我来到马卡迪啊 等我朋友 我今天带了很多装备啊 还带了只猫 我操 带这猫东西啊 还有一只猫啊 还有一只猫啊 我操 连猫都带上了 现在呢准备出发啊 但是我们现在去哪 现在我们要去拿古纳 距离马尼拉这边三个小时 然后今天主要过去就是露营 人生第一次露营了 真的没尝试过 今天带丁丁一起出来尝试一下 那边就是管露营吗 露营烧烤啊 游泳啊这些都有啊 也是跟之前一样很清澈的那种水 不是那种海边上的那种水 不是很凉快那个地方 嗯 现在呢我们准备进入这个山区了 这里还可以看到大海啊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山区啊 现在在山脚巷 现在我们是要进这座山吗 那边这里面是这么三个里面啊 然后呢就开始 每个物理营地 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在外面露宿 不是住酒店啊 搭帐篷从那里走 也一样 你知道什么 不是住酒店啊 是我们自己搭帐篷 那里有提供帐篷的啊 自己在外面住 然后呢自己带的食物烤烧烤 自己买的菜烤烤烤自己烤 很漂亮啊这座山 好 刚才呢我们是在三角下 我们进来 进到山里面来了 还要开一个六小时的车 这山看着挺近的 实际上呢还是有点距离的 现在他要把我们东西拉到哪里去啊 拉到露营地区啊 好 他们帮我们拿 走吧 这里面有个标牌 是睡觉的 还有西安区 什么都标的很清楚 这是他的大门口 进到里面来之后呢 有个洗手间 再过来呢 这是他们 的一个环境啊 还有湖 这座湖还蛮大的 从对面 连到了这边 这里呢是一些其他游客 他们的营地在这里 我们到了营地之后啊 这个风景 真的美 这湖面的水特别清澈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营地了 我们把东西先放在这 然后在这边扎营 跟旁边的一样啊 江叔 里面东西怎么那么多啊 咱是吃的呀 烧烤啊 这里看嘛 咱是 炒好的 今天早上才弄的 烧烤 你们两个一起弄的是吗 我自己弄的 啊 然后他弄他自己的 菲律宾吃的 我我弄的是 我们中国人吃的 调料什么都有 嗯 这是他们带的米 这里可以煮饭 这么多东西 购买了多少钱呢 啊 购买了多少钱呢 这个 食物啊 嗯 食物 便宜啊 一两千块啊 啊 这是买买食物很便宜啊 自己买的话 太少买 嗯 一两千块就可以买很多 这是我们放 东西的位置啊 他的一个整体环境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帐篷的话就在这里 在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下来呢 是我们的帐篷 这帐篷是由里面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的 现在我们已经很饿了 要需要先吃东西 现在吧 先烤 准备开始了 现在烧火 这边有人划船啊 这后面的水不但清澈 还特别平静 刚才这个火烧了半天啊 没有烧起来 现在呢 先燃起来了 这个火 是啊 现在忘起来了 嗯 已经开始上菜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里啊 烤 大家看一下这里烤的是什么 猪脸肉排骨啊 然后这个是菌肝 猪耳朵 鸭肠 排骨 这边还有没烤完 很多 还有这里啊 全部都是 还有这个水啊也是 里面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的 讲说你以前这样烤过吗 没有啊 我觉得刚才你吃 我也这是第一次 我什么都不会弄 火都不会烧 哈哈 讲说这些是全部都烤了吗 好啊 全部都烤完 东西蛮多了 还怕吃不了 好 想说你这个烤排骨是自己串的吗 自己串的 买了排骨自己串的 那这调料呢 调料超市买的 烧烤调料 啊 然后 放点油 一搅拌 酱上去就行了 你要不要尝一个 你要不要尝一个 那什么 你要不要试吃一个 我刚才 我吃这个 等我吃过的 很好吃啊这个 你吃给大家看看吧 真的很好吃 焦黄 确实好吃 自己烤的 这位是普利宾当地人啊 他烤的是当地的鸡肉 猪排 还有这个鱼啊 他鱼里面塞了好多的洋葱 还有西红柿 出去看 大家跟我一起感受一下 在这种环境下 烤的烧烤 这是 我朋友女友的 朋友啊 他们要等这个 米饭过来 他们才吃 因为他们当地人有个习惯 没有米饭的话是 不会这么直接吃菜的 像他们这种鱼啊 要烤很久 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们早上中午没有吃饭啊 没有吃 这一顿吃的饱啊 还没烤完呢 还有很多啊 很多菜都没烤 好 你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肯定吃饱了 这顿饭吃的好饱 这一段 你这一顿饭啊 把这个 中午等早上的都补上了 现在呢 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 放到这个 帐篷里面 然后呢 准备出发 去游泳 现在准备了一下 就出发了 做完了 去洗个澡 冲个凉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露营的 位置 总体看下去呢 就这么一个环境 啊 啊 还有他这游泳呢 是需要去 下一个地方 开车去的 那是 现在去下一个地方 现在已经 晚上六点多了 刚才出去 转了一川 游泳的地方呢 全部都关门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回到原地了 哎呦 现在天已经也黑了 我们回到了原地啊 又准备 烧烤了 吃晚饭了 这里给我们 这里给我们烧了个火 给我们当灯死 不然的话看不见 这里连灯都没有 看都看不见 现在这个点已经十一点钟了 我们家帐篷也看不起你 是我们的帐篷 我们的帐篷 他们真的已经睡了 简简单单 哦 哎呀 夏天已经亮了吧 都要感受一下 这里早上的环节 人间生境了 昨天晚上我们就这么过了一夜啊 在这里 这是我们帐篷 这是 人家的帐篷 一点信号都没有 真的是 好无聊好无聊啊 特别的无聊 这个地方是可以坐船的 然后我们 到身边去看一下 上面的视野应该更 更开阔 现在这里的视野就开阔了 啊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 刚才的帐篷 我从这里走过来的 然后我们绕一川吧 这小凉亭 看到没 还有这湖 还有这个山呢 多漂亮 这位是 我朋友女友的朋友啊 也是我们的司机 他倒是蛮勤快的 大早上把东西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可能是菲律宾人的特长吧 清理卫生 where we are going what where we are going uh we're cleaning we're cleaning our trash ok 感觉这个景怎么样呢 一般的 因为下雨 然后睡这里 睡得不好 很热 啊花多少钱呢 5000 提供这些 所有的工具啊 这些东西 帐篷 烧烤一下这些东西 其他没什么花费的 就这些 啊那接下来我们去下一个景对吧 对 接下来去下一个 出发了 下一个景